直播生图就像照妖镜一样,让无数明星的颜值无处遁形,但明星和网红还是有次元币的,网红需要开绿镜才好看,但明星开了,反倒是画蛇天足,气质全都被带没了,为此很多明星直播就会以原资原味的状态出现。 最近娱乐圈三大美男都在同一时间直播了,三个人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状态,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帅气,第一位就是流量报表的肖战了,凭借着哦,我的皇帝陛下,陈情令等电视剧奠定了影视圈位置,这一次露面,他做了一个格外清爽的发型,发型比较卷翘,呆毛尽显可爱,身穿很显版型的深蓝色牛仔套装,略显俱紧,戴着眼镜的他,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白景的宛若大学里面的教授,莫香四溢,文质彬彬,第二位是王一博,王一博和赵丽颖出演有匪以及陈情令缺粉无数,和陈晓合作的电视剧收视率也不错,但偶尔演技这块,因为有对比还是会被诟病,但少年可期,此次露面,他穿着西装,净显鼻挺身姿,发型比较柔顺,少年质感十足,脸淡显得格外小巧,表情乖巧拘束, 笑起来特别甜,第三位是张灵鹤,比起前两位脸部线条较为直爽的男演员,张灵鹤显得轮廓更为分明,鼻子更为挺拔,三七分发型有点寒泛,大领子外套竟显意气风发,从这里可以看出,有绯闻女友和单身汉的区别了,果然,质感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, 就颜值来说,三个人不分伯仲,一个斯文,一个活泼,一个帅气,是不一样的气质啊,三个人都是目前影视剧里面比较热门的男演员,但是,粉丝基数还是明显不同的,并且粉丝在意的点也不一样,前两者CP粉或者个人粉比较多, 但张灵鹤应该属于女友粉较多的类型,所以,如果谈恋爱的话影响会比较大,那么问题来了,你赞同男演员恋爱吗?三人你更喜欢谁呢?